不過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今天在高雄 他就炮轟這件事情就是國家機器介入選舉 發布了假訊息也讓人民內心的恐懼 還造成大家誤判 還說這是用詐騙手段在騙選票 侯友宜 選戰倒數三天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固守南部 一早就來到小港鳳怡宮 陪同當機候選人參拜 當地鄉親熱烈歡迎侯友宜到來 侯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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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來到林亞區三合市場 緊握每一雙手最後關頭全力催票 對於9號下午 國防部發布的國家級警報 也逮到機會痛批中央政府 帶頭製造假訊息 我們你有接到國家警報嗎 有沒有 你有怕到嗎 怕到 結果後來是烏龍一場 又是炸彈 詐騙的炸彈 國家發布這個獎信息 讓大家害怕 讓大家恐懼 讓大家想知道我們國家 會不會馬上立即進入戰爭 要國防部出來講清楚 為何會有誤判以及烏龍的情形 以及到底是誰下令 要發出這個警報 國家機器介入選舉 讓發布假訊息 讓人民內心恐懼 販賣芒果乾的一個國家 侯友宜批評選戰倒數敏感時刻 還刻意用這種方式來製造民眾恐慌 國家機器販賣芒果乾 一則警報訊息 又把政爭與和平議題 拉上選舉檯面 記得高雄做個報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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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